這裡很漂亮, 像童話世界一樣 六號… 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找你來做什麼? 是否想我一人扮演幾個童話角色 然後說故事那些呢? 但是這些我經常做 我說童話故事就最厲害了 真的沒什麼新意 不要開玩笑 你們好, 子晴和千千 你們是否來聽我說童話故事? 不是 那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自己說故事… 不知道 說故事又不知道? 好, 一起進去童話世界吧 三隻小豬, 誰沒聽過 還是說過媽媽用心良苦要三隻豬 每人自己建一間獨立屋 大哥懶用杜草, 二哥懶省用木頭 三弟就堅省用磚頭 之後間隔大灰狼出現 吹第一間, 塌 吹第二間, 都塌 到第三間, 嘩, 真的吹它不塌 最後三兄弟還合力打敗大灰狼 完, 到真人示範了 你這次說什麼故事給我們聽 三隻小豬 同前有三隻小肥豬 他媽媽說你們要自己建屋了 知道媽媽, 然後呢? 然後大哥用石頭 我用杜草就行了, 好嗎? 不是杜草, 是尺頭 是杜草 不是 杜草有什麼才出的? 是什麼? 杜草 杜草, 對了 好, 建好了 不是, 要這樣 這樣嗎?好, 差很遠 好, 是否有豺狼來了? 不是, 不是這麼快的 不是這麼快嗎? 我對的 好啊, 那就繼續吧 然後二哥就用樹木 在哪裡?樹木, 在那邊嗎? 好漂亮, 已經起好了 還沒有 起好了嗎?還沒有 不如這樣起吧 不是… 不是的, 不停起 不是的… 起好了嗎? 起好了 然後弟弟就用石頭 不是 是用其他種類的石頭 我自己可以了 好 不是, 是我 我也無法幫忙 一起…一起起吧 我要這些 是, 很堅持, 你們倆 是否那個狼來了? 杜草, 你繼續說故事 然後怎麼樣? 我是弟弟 我是大哥, 不是, 我是表哥 我很害怕, 表妹 我先去二哥哥的屋頂住 你出來 好, 我們一起走吧 我們去最小的弟弟的屋 我這家是最好的 你嘗嘗吹淋吧 吹淋不住的 不是, 有煙通嗎? 我先敷一下 不是, 我在這裡 不是 我那邊是 不是, 我那邊是 我去, 我改煙通吧 好, 我去你的煙通地 不是, 煙通了 死了, 死了 大灰狼這樣很慘就死了 三隻小卷的故事 相信也完結了 好, 在這個時候… 算了, 說完這故事 記得叫小朋友做什麼? 不要那麼容易就相信別人 是嗎?又不要那麼容易相信別人 為什麼? 是不是應該要勤力一點 不要懶惰 要親父母的話 對… 對 跟小朋友相處是充滿著 你預計不到的事情 而且很開心、很有驚喜 因為兩個人比較興奮 我是比較差的 每個人都想做 最後要做那個人 所以在分配人手方面 真的要很小心 而且要處理得很好 然後再給我一下 不用了 好吧 好, 謝謝 我會不會靜悶 我會不會靜悶 乾杯 乾杯 乾杯